大家好,这期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感触,我以前比较喜欢一首歌,歌是这样唱的 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今天就聊一聊历史的尘埃吧 为了能考证清末和民国期间,这些传武大师们的传闻 前一阵我特意买了全版的申报电子版 申报创立于清朝同志11年,也就是1872年的4月30日 停刊是在1949年的5月27日,也就是民国38年,一共出了25600期 我最近都会把一整年的申报放在手机上,有空闲的时间就看一看 实话实说,申报的这个数版印刷,对于我一个已经习惯了横版印刷的人来说 阅读起来是相当不友好的 更不友好的是,民国时代的申报,几乎有一半都是广告 非常像有一阵在菜市场非常流行的刊登各种广告信息的街头小报 不过也可以理解,在那个没有网络和电视的时代 报纸就是最大的广告载体 申报上不但会报道一些当时的实证要事 也会报道一些普通人的事 比如什么小姨子拼居姐夫被告发 黄包车夫,合眼大批官等等 这些报道中的人,在历史中也就是一颗小小的尘埃 没有人会记住他们 史书更不会记载他们 因为史书从来就是帝王将相家谱 纵然会有几个普通人会在史书上留下名字 但也逃不开匪,猎,贼,剑这几个字 但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的 恰恰是这些尘埃,而不是帝王将相 就像我们在史书上只能看见秦王扫六合的霸气 前一阵还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大秦妇》 在电视剧中,六国人争当秦人 为什么他们喜欢站在始皇帝的视角去看这些事情呢 如果你是一个小小的尘埃 你在秦王扫六合的时代会过得怎么样呢 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 顶天是一句天下苦情久矣 那老百姓到底有多苦呢 没人知道 但是幸好我们有考古工作者 1975年在湖北省的云梦县 曾经出土过一批勤检 其中有大量的秦朝法律文件 在央视的国家保障节目中 湖北省博物馆还把这些描述秦朝法律的文件 作为镇馆之宝 向观众进行了展示 其实当时不仅出土了这些法律文献 还在云梦县岁虎地的四号起幕 出土了两封 秦国普通士兵的家书 这也是我国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食物家书 家书是牧主人的两个弟弟写给他的 牧主人名为忠 他的两个弟弟 一个叫黑夫 一个叫金 他们家有兄弟三人 两个弟弟都被抓了壮丁 到前线打仗 留下忠在家伺候老母亲 这两封信 就是当时在秦国灭楚的战争中 两个弟弟写给他的 第一封是小弟黑夫写给中的 书信的内容太长 我就不浪费时间念了 有兴趣的定友可以暂停看一下 黑夫在信中慰问了母亲 家人和各种亲友 还说他马上要跟随大军 去攻打反叛的淮阳城 这一去生死难料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 他已经没有夏天的衣服穿了 希望母亲能给他做一些夏天的衣服 寄过来 再寄上一点钱 如果老家的布料比较贵 就不用做夏天的衣服了 多寄一点钱 他就在当地做了 还在信中询问了兄弟俩 在战场争得的爵位 大王有没有落实 信的最后 替金问候了新娶的媳妇 要他帮忙照顾好老人 也许是因为新婚 关系还没有到老夫老妻那一步 在最后加了一句 勉力也 意思就是说 您尽力吧 这封信给我们透露了什么信息呢 第一 秦国抓壮丁真的很 一个普通家庭有三个儿子 有两个都被抽到了前线 其中一个还是刚刚新婚的 第二 秦军是没有军饷的 甚至连衣物都不配发 要自己花钱去置办 甚至可能连吃饭都要自己花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还有第二封信 第二封是新婚的大弟弟金写给大哥中的 他在信中说 大哥母亲真的没有事吧 请母亲快点给我跟黑夫 寄五六百钱和两丈五尺步过来 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他们两兄弟现在的情况 用元博钱仪 是福仪 寄死仪 急急急 转换现在的话就是 我们借了一个叫元博了人的钱债用 现在快花完了 家里面再不给我们寄钱 我们就死定了 快点吧 急急急 这证明秦军很有可能是自己花钱吃饭的 否则问家里面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在信中 金还提到 他们心打下一座城 城里面的老百姓都已经跑空了 因为他们不愿意遵守秦国的律法 大秦妇不是说六国人都真当秦人吗 这不是啪啪打脸吗 最后金还说 希望大哥能照顾好他新娶的媳妇 不要让他去太远的地方砍财 新媳妇也要照顾好老人 家里面如果帮他占卜的时候 结果不好 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又去了反城之中打仗了 这个反城 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秦军已经占领了楚国的城池 然后城池里面又反叛了 他作为秦军过去镇压 最后金还叮嘱大哥 千万不要去我们新占领的城池 也就是所谓的新帝 因为这个城池里面 盗贼和反秦的人都很多 信的最后还是三个字 吉吉吉 也许是吉子叫母亲祭钱 也许是吉子让大哥不要去新帝 这就是两位秦国普通的士兵留下的真实家书 他们应该阵亡在了这次秦灭楚的战斗之中 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陪葬的物品要么是值钱的 要么是平时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而这位四号秦墓的墓主人 他的墓中没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 也许这两封家书 就是他这一辈子最珍重的东西 他和母亲一辈子都没有等回来黑夫和金 最后只能带着对弟弟的思念 把这两封家书放进了自己的墓里 这就是秦皇少六和时代 一个普通家庭的结局 一个母亲失去了两个儿子 那个年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 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大将军 所以他可能连儿子的遗体都没有看见 一个小兵哪里有资格马格果施 一个新婚不久的女人变成了寡妇 丈夫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可能就是那一句 不要去太远的地方砍财 在这两封两千多年前的家书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 在秦国一统六国的那个时代 普通的秦国士兵的生活状态 他们可能会过得很窘迫 因为没钱 他们在信中会挂念着在老家的母亲 兄长 妻子 他们不会像大秦妇演的那样 对着谁都叫着揪揪老秦 他们担心的是 母亲身体可好 兄长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媳妇去砍财不要走太远 家中的亲友一切都顺利 他们所表达了这些情感 就算过了两千多年 我们也是可以共情的 对家的思念 对家人的挂念 对新婚妻子含蓄的爱情 这才是绵延了几千年 最朴实的传统文化吧 金和黑夫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绪 在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中 死去了 史书上不会有他们的位置 他们只是历史中小小的一颗尘埃而已 其实中文是一门很有意思的语言 根据字的顺序不同 所表达的意思 也有可能不同 比如死去跟去死 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 张三就这样死去了 表达的是一种惋惜 张三就这样去死了 我感觉像是在骂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